高宏安不要拉着民众党陪葬 汪达瑞协骗美国大学教授 我一再揭穿高宏安追杀林之间使用的大联盟谎言 高宏安无法反驳 转而对我发动人声攻击 而且躲在民众党的招牌后面 富途一世 是台湾民众党新竹党部的贴文 标题是丢脸丢到国外 下方的附图取自我的脸书 既然民众党的贴文冲着我来 我就直球对决 依序逐句反驳如下 一、民众党贴文的第一句 USGA是美国很多球类运动的通用标准 民众党的小编严重失职 没搞懂USGA的原意就随便引用 这是一句无厘头 不知所云的陈述 USGA是美国高尔夫球协会的简称 The United States Golf Association 这四个英文字母是社团机构的名称 不可能成为球类运动的标准 二、民众党的贴文引述草皮公投的报告 宣称USGA规范是美国高性能运动厂设计 和施工方法的公认行业标准 我有两点回复 曾几何时 新竹被纳入美国版图 适用美国的行业标准 若台湾能成为美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我乐观其成 但八字没一瞥 高宏安要追杀林之间 请使用台湾的球场标准 而非美国高性能运动厂的标准 新竹棒球场是整件工程 请高宏安拿出当初的发包规格 三、民众党的贴文并未说明USGA规范的属性与范围 毕竟棒球场的设计与新建牵涉多种专业 虽然我不是草皮工头 但还是可以帮民众挡上一堂课 这里的USGA规范指的是高尔夫球场国领的排水标准 也就是草皮下方的土壤规格 美国的职业运动厂常有草皮 例如棒球、网球、传统足球或高尔夫球等 若比赛进行中下雨 球场的草皮不能积水 否则雨停后不能立刻恢复比赛 传统的解决方法就是球场草皮盖帆布 抚以毛巾吸水 这个防止积水的办法 不是用草皮面积广大的高尔夫球场 为了加速排水 高尔夫球场把脑筋动到果领草皮下方的土壤 使用沙与碳泥混合的土壤 比例大约9比1 这就是所谓的USGA规格 也是运动赛场最高规格的草皮土壤排水规格 4、民众党的贴文宣称 USGA规格是美国公认的行业标准 这句话只讲对了三分之一 USGA规格只是行业公认的排水标准之一 普通的球场不会使用昂贵的USGA国领排水规格 即便高阶赛场也未必使用USGA的排水标准 因为还有其他替代规格 USGA规格并无强制性 球场可以选择不遵守 5、贴文还嘲笑我号称吕美教授 我要重述一遍 我是货真价实的吕美教授 不是号称的吕美教授 民众党无法就事论事 只能对我发动人生攻击 6、民众党的贴文这么结尾 有政治立场可以 但为了政治立场胡言乱语攻击抹黑 甚至丢脸丢到国外 令人摇头叹息 我有两点回复 民众党对我的指责 是典型的做贼喊捉贼 这是柯文哲的行为模式 我不觉得奇怪 我没有丢脸丢到国外的问题 因为我既没有涉及论文抄袭 也没有因为诈才被检察官起诉 汪达瑞在国外抬头挺凶生活 7、高宏安至今尚未说明 新竹市府与草皮公投之间的关系 昨天高宏安公开的球场检查报告 授闻者是一家民间企业 而非新竹市府 更重要的是 草皮公投的公司不是客观的第三者 无权鉴定球场规格 这是一家私人盈利企业 曾经对台出口USGA认证的草皮土壤 草皮公投的报告可能夸大其词 假如新竹市政府决定重铺草皮 这家公司就会有生意上门 可贩卖USGA认证的草皮土壤给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 草皮公投的公司 以及居间的运动行销公司 这三者是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追查 8.民众党新竹党部的代理主委 就是高宏安 富图尔 我要提醒高宏安 有本事就出面迎战翁达瑞的批评 不要躲在党部的招牌后面 我也要提醒柯文哲与民众党员 高宏安的名声已经臭了 不要全党被他拉着陪葬 新竹棒球场这党是我管定了 不会就此了结